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曹植写的说意气 曹植的爸爸打过很多仗 比如在湖北打赤壁之战 小说上写的是 余亮CP联手出击 走位飘逸操作风操 把曹操的军队烧到毛都不省 但史书三国志写的是 赤壁之战 曹操只是处于下方 真正让他撤军的原因是 军中的传染病大爆发 南宋 为什么叫南宋 因为南宋太难了 这个朝代一共152年 光是首都临安也就是杭州 大瘟疫啊 就爆发了15次 问 想建立一个稳定的王朝 总共分几步 康熙也强大 首先 你得得过天花 康熙八岁登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的父亲 顺治因天花去世 而他已经得过有了抗体 所以 他成为了被孝庄太皇太后 亲自选定的天选之子 C位出道 您可能会问 既然我们屡逢大疫 为什么中华文明的香火 从未断绝 因为 家国逢大疫 中华 有大疫 1500年前 药王孙思淼 在千金方写下中国医生的品质 凡是有病人前来 无论地位财富 年老年少 是美是丑 无论是仇人还是好友 聪明还是愚钝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都是一样的 只要你是病人 我会不顾一切去救你 只要我力所能及 我会对你负责到底 这 就是中国医生 每天我们都在关注着疫情 疫 带给我们压力 情 赋予我们力量 而这力量的源头 来自中国医生 2020年的1月14号 武汉协和东西湖医院 收治了一名病情危重的新冠肺炎患者 必须进行气管插管 并转运到ICU 气管插管意味着什么 数以一计的病毒 会随着气溶胶喷溅而出 为了拯救生命 重症医学科主任袁海涛 当机立断 立即实施插管 立即转运 转运的距离 虽然只有短短的600多米 但这600多米 却是他从医20多年来 最艰难的一次转运 途中患者躁动 并试图把管 而这 就大概是他被感染的源头 第二天晚上 原主任高烧到39度 经过检查 确诊 为新冠肺炎 后来病情急转直下 出现呼吸困难 并被收入 武汉市 肺科医院的ICU病房 1月28日 他被医院下达重症通知书 但是即便是自己被感染之后 在呼吸的困难 连话都说不出来的时候 袁海涛还在和那位患者的 主治医师沟通治疗方案 关心着那位患者病情的进展 历经23天生死劫难 袁海涛终于出院了 隔离14天之后 他马上反港 反港后的第一时间 他还要去那位患者的病房查看 当那位患者 在2月20号终于成功把管的时候 袁海涛终于输了一口气 在这场战役中 我们看到 老季福利 本可退居二线 却请却请占出征 大病出狱 原该进行休养 却再返战场 肝冒大险 为抢救病人 身陷巨量病毒之间 不言放弃 不扫清病毒 绝不将战袍挂起 一场忽悠家园的团战 我们中国的医生 打出了白色长城的 气势如何 如今 他们带着这份守护苍生的 中国力量 走出国家 身处在之前或许 从未涉足过的土地 面对着那里可能更加复杂 更加凶险的疫情 用中国担当 重建起 那群素昧平生的人们的安宁 这是中国医生 但是此刻 我很想知道 我想大家也是 各位医生 你们用生命 所守护的那碗热腾腾的热干面 到现在 你们有没有时间 吃上一口 武汉的樱花开了 很美很美 早出晚归的你们 有没有机会 去看一看 家里的孩子长高了 也因为你们更懂事了 什么时候 能回家去抱一抱 当然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 这场疫情 终将会过去 当疫情不在 我们同样 不该忘记 我们的医生不容易 他们是人口大国的医生 是一个发展中 大国的医生 他们一个肩膀 承担着有时 甚至超量的工作 一个肩膀 同样要扛起一个家庭 我们更不应该忘记 在一个特殊的春天 那一张张被口罩勒出血痕 却毫无畏惧的脸 不应该忘记 他们中的一些同事 已经永远地 留在了那个春天 高考快要到了 没有哪个父母 愿意让自己的孩子 伸出险境 但如果 如果他的梦想 是北邪河 南乡雅 西华西 东齐鲁 中同济 或者任何一所 医学类的院校 是成为英雄天团的一员 能不能 给他最真挚的 支持和鼓励 所以 如果以后 有外国的朋友问你 你们中国 几千年 历经战乱 困苦和瘟疫 为什么你们的文明 得以绵延至今 你可以骄傲地告诉他 在中华大地 在我们的家乡 有一群 身穿白色战袍的英雄 他们用生命 和毕生的努力 为每一位同胞 加上了一个buff 那就是 家国冯大义 中华 有大义 尽这一份 珍贵的感情 都将冯大义 都将冯大乡 打算 明天